小朋友 三個囉 哇 姐姐 你帶了好多蔬菜水果 這要幹嘛啊 姐姐呢 今天要教你們用這些蔬菜水果 分樹上 樹下 還要教你們數數還有排大小喔 哇 好像很好玩耶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這是蘋果耶 好像真的喔 它要種在哪裡呢 這邊有小蘋果耶 那一定是種在這裡囉 這是蘋果樹 這是蓮霧 蓮霧要種在 這邊也有小蓮霧耶 那這邊一定是蓮霧樹囉 花椰菜要種在哪裡啊 是這裡嗎 好像不是 是這裡吧 它們的葉子長得一樣 所以一定是種在這裡 蘋果 蓮霧跟橘子 是種在樹上的 鳳梨 還有花椰菜 也是種在樹下的 哇 我已經會學會分上下了咧 小朋友 你今天可以幫我姐姐 把這些蔬菜水果 找到他們的家嗎 沒有問題 紅蘿蘿蘿蘿蘿蘿 要種在小的洞裡面 白蘿蘿蘿蘿要做在大的洞裡面 這是香菇 香菇要種在哪裡呢 種在這裡嗎 好像不是耶 啊 這裡有小小的香菇 那香菇的家一定是在這裡囉 好像真的長出來了一樣 好像真的長出來了一樣 這是蓮霧 蓮霧要種在哪呢 有三棵樹耶 那我要種在哪 啊 這裡有小小的蓮霧 那這裡一定是蓮霧樹囉 那這個一定是橘子 橘子耶 好 現在我們來檢查你做的對不對 來 你看 這裡是什麼 種竹筍的地方 好 那有沒有對呢 來 竹筍耶 橘子 蘋果 好棒喔 小朋友你都做對了 好多大大小小的竹筍 好了 你看 你排東西有沒有哪裡怪怪的啊 有嗎 你看他們的大小是不是怪怪的 嗯 這個好像比較小耶 對啊 那比較小的應該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 他們兩個要交換位置 答對了 哇 好棒喔 這樣你就學會囉 小朋友 你有看到這邊有五個牌子嗎 嗯 有五個 然後呢 上面都有黑黑的影子對不對 有 那你看一下啊 這邊還有不同顏色的蔬菜跟水果的圖片 你可以幫我把它配對到正確的影子上面嗎 沒問題 這個是花椰菜 可以在這裡嗎 嗯 影子跑出來了耶 好像不是 這個嗎 對了耶 是花椰菜 它這也是蓮霧的 姐姐 我排好了 哇 排好了之後 那我們來看看 可不可以把這些牌子都放到它一樣的洞上面嗎 它的顏色跟它一樣耶 那橘子的地牌要插在這裡 這是蓮霧 好了 我拼完了 小朋友 你看 這是什麼呢 是玉米 你看這個那一排上是玉米 那這邊有好多的玉米喔 那你可以幫姊姊種三個玉米嗎 三個玉米 好 三個玉米 姊姊我種好了 好棒喔 那你就都種對了 小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好多的蘿蔔喔 有紅蘿蔔還有白蘿蔔 你可以幫姊姊照紅色跟白色分開來排嗎 沒有問題 姐姐 我種完了 你看 這樣就種完了 都種對了喔 那用了姊姊的蘇果圓之後 你會不會更喜歡學數學呢 嗯 這樣才是更好玩的耶 哇 那各位小朋友 你們來試試看吧